大家好,今天是美东时间2024年5月15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BOSS时政经济 我是BOSS 今天咱们聊个大事儿 中国要发超长期国债了50年期 您没听错50年 我第一个乖乖 这可是要债留子孙的节奏啊 这背后到底反映了啥经济问题 今天BOSS就来给大家好好扒一扒 话说回来 这消息一出 金融圈那是炸开了锅 按照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 这次总发行规模高达一兆人民币 约合1380亿美元 其中包括3120年期 6000亿30年期和1000亿50年期 好家伙这时间跨度 比咱们大多数老体的房贷都长 你说这财政部也真是的周一 就急匆匆地跟承销商开会 讨论债券发行安排 咱们普通人还没反应过来呢 他们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看来这缺钱的程度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啊 BOSS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可不是随便拍脑门就决定的 今年3月在咱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政府就宣布了这个发行计划 当时政策制定者还信誓旦旦的说要加强对经济的财政支持 听起来挺美好的 但实际情况却让人捏一把冷汗 各位老铁你们想想过去26年 这种超长期国债一共才发行了四次 最近一次还是在2020年当时是为了应付疫情发行了一兆元的债券 现在又来这一出说明啥 说明咱们的经济状况可能比疫情纳会还糟糕 而且最近公布的数据也显示 4月份的信贷指标首次出现萎缩 政府公债销售也放缓了 说白了就是借钱越来越难了 为啥会这样 还不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太大 很多高风险地区都寄不到钱了 行了咱们言归正传回到这次的超长期国债 50年啊50年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政府对未来50年的经济前景都缺乏信心 首先这反映了政府财政收入不足的严峻问题 您想想要是政府有钱谁愿意背上这么沉重的债务 这就好比咱们家里 要是收入稳定 谁会去借高利贷呢 政府发这么长期的债 无疑是为了缓解当前的财政赤字压力 而且这次发行的时间也值得玩味 5月到11月正好是下半年这时候 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一般都比较大 需要中央政府来兜底 所以发行超长期国债也可能是为了给地方政府分担一些压力 缓解财政状况 中央和地方这是一个相互纠缠的难题 中央政府想坚持财政纪律控制赤字 但地方政府却背负沉重债务 一旦中央不支持 就可能出现一地鸡毛债务违约的风险升高 发行超长期债券无疑是在拖延化解债务的时间 其次 这也反映了政府对未来经济增长缺乏信心 你想啊 要是政府对未来充满信心 觉得经济会持续高速增长 那他就不用发这么长期的债券了 直接发短期债券等经济好了再还起不美哉 但现在政府偏偏要发50年的债券 这说明他对未来50年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 甚至预期经济会长期跌迷 这与中国过去数十年持续高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判断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经济增速正在逐步放缓高速增长的黄金期已经过去 二是人口老龄化加剧 劳动力短缺拖累增长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沉重 制造意外移等其构性问题依然存在 四是中美博弈加剧 外部环境日益延俊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让政府对于经济未来的信心大打折扣 为了化解风险 他们选择了发行超长期债券 将债务风险置于遥远的未来 但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 并非长久之策 毕竟债台高筑最终还是要还的 更可怕的是 这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应 其一债务利息高筑加重负担 50年期的长期债务 意味着政府要支付巨额的利息 以这次发行的一兆元规模估算 只要利率在5%左右 每年就要支付500亿的利息费用 这笔巨额资金最终还是要由纳税人来承担 其二资金外流投资受阻 政府大量发行债券会推高利率 导致资本外流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不利于企业投资 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尤其是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利率普遍上升的背景下 资金对于高收益的趋之入伍 必将加剧中国的资金外流压力 其三通货膨胀风险加剧 政府发行债券实际上就是在印钞票 大量的钞票流入市场 必将助推物价上涨 引发通货膨胀 而高通胀将直接侵蚀 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 加剧贫富悬殊 其四债务违约风险挥之不去 50年时间太长了 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政府财政状况恶化 一旦出现债务违约 那将是一场空前的经济风暴 连锁反应不可估量 这不斥是一场豪赌是在赌气长存 赌经济持续向好 一旦失守 后果可怕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 已经穷途末路 还印式去借了一大笔高利贷 指望未来能发家致富 来还债一样 风险实在太大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 不少国家都尝过 发行长期主权债券的苦头 他们的经历正是一面反面镜子 仅是我们要慎重为之 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 在20世纪90年代 日本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 债务高涨期 政府为刺激经济不断发债 导致政府债务规模一路攀升 直到2012年 更是突破了当年GDP的 200%的惊人水平 最终 日本陷入了被称为 失去的30年的长期经济低迷期 至今未能完全走出泥潭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 更是伤痕累累 2010年 希腊政府的债务水平 高达GDP的127% 加之长期经济增速乏力 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导致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最终在2010年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 政府被迫接受国际援助 经济遭受重穿 类似的还有阿根廷 俄罗斯等国家 他们都曾经历过类似的债务危机 给国家带来了严重创伤 这难道不正是中国现在发行超长期债券的一个缩影吗 当前亏空狂甩 无视风险的做法岂不是在重蹈他人的覆辙 不过也有一些国家顺利度过了债务危机为中国带来了启示 比如巴西就曾在2002年经历过一次债务危机 但凭借改革开放的举措 加之大宗商品出口的强劲之称 最终在五年内就成功化解了债务危机 所以关键还是要推动经济增长 增加财政收入 而不是纸上富贵 举债自继 再如加拿大1990年代初 加拿大政府债务高达GDP的90%的高位 但加拿大政府通过严格的财政纪律 集一逢想养赌辽威 最终在十年内就将债务比重降至60%以下 成功摆脱债务危机 所以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要事 只要经济好增长快 任何债务都是能够化解的 反之若增长迟缓 财政感严重 赤字则就像一个省重的巨石 压在国家的肩上难以承受 除了上述的经济层面考量 这次发行超长期债券 还蕴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战略考量 其实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人民币就开启了国际化的大进程 近年来 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逐步实现资本账户可对话 推动加入主权债券指数等无不体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思路 而这次发行超长期主权债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大计的一个重要环节 毕竟主权债券是一种具有很高信用等级的金融产品 一旦纳入国际主要指数 无疑将大大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 而50年期等超长债券的设计恰恰契合了国际投资者的需求 不少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由于自身资金的长期属性 更愿意配置长期限的资产 此次发行给了他们难得的机会 一旦这些长期主权债纳入国际主要指数 势必会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配置 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强劲动力 同时这些长期债券所涉及的长期资金 也有利于缓解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资金外流压力 毕竟在加息周期下热钱往往更青睐于短期高收益资产 而长期基金的配置相对稳定 有利于平衡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的外汇流出压力 从这个角度看 发行超长期债券无疑是一曲多胆 不仅可以为财政赢得喘息空间 还能为人民币国际化背书 同时稳定国际资本流动 可谓一箭三雕 当然光靠发展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 必须还要配合相应的改革举措 才能真正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比如首先应当加快金融体系改革打破隔阂 促进国内国际资本双向流动 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 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 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良好金融环境 其次应当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压减企业债务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际民退压减低效 无效供给释放市场活力 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 再次应当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发展直接金融 培育资本市场 为实体经济输血壮阳 同时鼓励创新创业 充分释放新动能 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此外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当务之急 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 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同时发展民生领域 提高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营造良好的社会预期 可以说 这场棘手的债务博弈考验的 不仅是财政操作的智慧 更是国家治理体系 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大考 没有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心 和勇气单凭举债纾困难以为继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分享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